一旦技術他拿到了之後 我們就完全失去競爭力了 這個決策讓聯電從一個 一隻老虎變一隻小貓 二零一五年中資紫光砸了 將近千億元大動作併購 臺灣封測廠 從聯發科到細品無一倖免 上百名學者發起連署反對 如今揭開密行 當年反對馬英九政府把半導體產業 傾向中國 學者挺身而出 連署反對中資輕臺 但科技專家許美華加碼爆料 其實當初民進黨的財經幕僚 認為小幅開放中資是雙贏 折中提出小幅有限度開放 科技人形容這是最糟最笨的決策 紫光成功入股 產業內部轉移技術 到中國教學 臺灣工程師的 腦力跟價值不復存在 薛美華認為當年民進黨方案不可取 不過最後擋下紫光的 別忘了也是民進黨人物 倘若二零一六年沒有政黨輪替 蔡英文沒有當選 就算一百個遊說團體 也沒有用 至於這位擋下紫光的關鍵人物 網友眾說紛紜 有人說不管是誰 我都感謝他 有人猜是總統蔡英文 也有人猜是柯建民 究竟是哪一位人物 五二零之前 謎底就會揭曉 三連新聞李文宇 上來臺北 採訪報導